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最佳故事片提名剧组 第九天长的各位主创 欢迎导演编剧王小帅 演员王景春 永梅 王源 编剧阿美 欢迎各位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啊 在今年获得了本届经济奖的五项荣誉提名 也是一部中国近三十年的变迁史 而今年该片的主演王景春和永梅也包揽了 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英雄奖的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女演员 好 现在我们的采访区呢 非常高兴地迎来了第九天长剧组的各位主创 欢迎我们的各位主创 欢迎导演 我们知道其实这一次第九天长是获得了多项提名 而且我们的王导他本人呢就获得了两项提名 想问问导演此时此刻是什么心情 最好的心情是在厦门举办这个特别好 因为大家穿这个衣服不冷 所以这是个很好的选择 然后第一次来参加这个经济百花 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 希望大家所有提名者能获得好成绩 永梅老师呢 这一次也是入围了我们的最佳女主 然后我知道这部作品呢 应该是成功地用角色吸引了 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的眼球 那么这一次第九天长也来到了我们的经济奖 然后说说您的心情吧好不好 当然是特别的开心 因为第一次来经济 第九天长也是我自己主演的第一个女主角的 被提名有了这么好的荣誉 除了开心还是开心 加油 我们也一起期待着 景川老师 您当时为了这个戏好像说是有减肥 那现在是减肥那个保持了 还是恢复了呢 恢复了 我为了下一个角色我就特意吃胖了一点 而且景川老师这次也是入围了最佳男主 然后也期待着有好的成绩 希望我们该团队能够拿出好成绩来 王源呢 王源这次是求学之路怎么样 是专门回来了参加金鸡奖吗 对 因为金鸡奖我知道是一个非常盛大的 关于电影 关于电影人的一个盛会 那所以这一次非常荣幸 能够有机会回到国家 然后来参加金鸡奖 而且我们知道这一次王源和众多的 我们优秀的电影人还有电影前辈在一起合作 也是收获多多对不对 好 加油啊 期待着你在求学当中能够有更好优异的成绩 当然也要给我们拍摄好的作品好不好 谢谢各位 我们期待着你们的好消息好吗 谢谢 请内场休息 好 谢谢 谢谢第九天长剧组的分享 感谢本届电影节合作伙伴燕窝行业